你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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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别睡了 张太医 娘娘跟你说话呢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铲 比较合适啊 娘娘 娘娘慢向稳定 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 别装了啊 你就直接跟我说 咱们什么时候 把这个孩子拿掉 娘娘 这孩子是真有了 小张啊小张 这个孩子不能有 娘娘 这个孩子可以有 虽然 之前 陈受张老夫人之托 要称娘娘怀了孩子 但陈上次给娘娘诊脉时 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啊 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娘娘 臣 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臣跟您如是说了呀 被您走的时候 还祝娘娘吃安太药呢 臣也是如是叫皇上禀报的呀 你 娘娘 娘娘 别 娘娘 你确实怀孕了呀 打死你 娘娘 你不能这样 娘娘 怀孕了 娘娘 让你不说 娘娘 娘娘 别打了 娘娘 饶了我 娘娘 饶了我 娘娘 娘娘 别 娘娘 娘娘 你确实怀孕了呀 娘娘 打死你 娘娘 你确实怀孕了 回来 去你的 娘娘 怀孕了 娘娘 怀孕了 你就是怀孕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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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怀上孕了 不可能啊 你怎么更心烦了呀 不可能 我跟七圣根本就没有 我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 三个月间 在江湖那次 你不要再像个根屁虫一样烦着我的好不好 娘娘 您真是太大意了 怎么一直没来月师 自己都没发现呢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我又没生过孩子 我怎么知道 二七八 不要 娘娘 那地上年底子好 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 这次在江北遭到那么大的难 都没有动了胎气 说明这孩子 是上天对您的见顾 是命中注定啊 老天爷 老天爷 你这是照死了玩我啊 娘娘 今天江湿没了孩子 咱们又有了孩子 这真是双喜临门哪 娘娘 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快来人 娘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来人哪 快来人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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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下地了呀 真好 我是怀孕 又不是瘫痪 干嘛老让我躺着 那 先熬好的燕窝粥 您吃两口 让朕来吧 给你 这个孩子不能生 一开始 朕也这么觉得 既然你也这么觉得 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 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 心里竟然很欢喜 可是 这个孩子我生不了 这又是为何 上次 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 无酸不欢吗 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 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 这孩子生了 会增加张家的势力 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 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 孩子和张家之间 朕当然会选择孩子 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 朕明天就扳倒他 别闹别闹别闹 既然你不担心张家 你就不害怕 我这个性子 把你的孩子带坏了 若你担心的是这个 那大可不必 到时候会有奶妈 替你看好孩子 皇上 我 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 这么说 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 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 而是让我生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 我 我接受不了 你可知道 你这话是大逆不道 生儿育你是你的责任 怎么能有你的意愿作用 一定要生吗 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 朕是不会放过你的 朕明你好生修养 不要胡思乱想 听明白了吗 怎么了 我头疼 朕明浴厨 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 一会儿就送过来 我不想吃榴莲粥 我想吃鸭脖 鸭肠 鸭心 鸭锁骨 我头疼 鸭脖 鸭脖 便宜 不想吃鸭脖 猜猜饿是谁 养烟 磨鸡 一下子就踩刀了 出了你 还有谁啊 那你猜猜 这是什么 桂花糕 不要再提桂花糕三个字了 叫我好人 不用心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 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 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人 有个小小的心愿 我就一定会送去 当然 你可以叫我叶行侠 那 无需赞我 哥就是这么潇洒 做好事从不留名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是不是洗澡 睡觉 你都要看 你这是在侮辱我 我有职业操守的 不该看的 我绝不会看 我是叶行侠 不是头盔狂 再还几下 不知 圆圆 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了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性子 那不能够 你是皇后 又是九哥新家上的人 我是喜欢你 再不是那种喜欢 那你说说看 你是喜欢我的模样的 还是喜欢我的内心的 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 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 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 见日日完毕 姐姐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 我要娶媳妇了 也要娶你这样的 最好叶姓张 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独一无二的 我没有双八台兄弟 表姐妹也行 你是在让我给你介绍对象吗 姐姐 难道让我守着你嫁出去吗 你也到娘家 该娶媳妇了啊 嗯 哎 我就当一回月了啊 等我回老家 我给你撒嬷撒嬷啊 那我就等你去啊 嗯 哎 你下次啊 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了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个不够味儿 知道了 stool 而已 崖嬷 偷偷偷到town 躲覆了云天 别打 陛下多久没有看过 弃声为您跳舞了 有时候正在想 把你接入宫里 究竟是对还是错 你进了宫 却变得心狠手辣 贵迹独断 皇上 上次 您用画像一时 要陷害皇后 朕并没有深究 一时念在你一时糊涂 二是皇后嘱咐朕 不要为难于你 皇上竟是因为姐姐 才不责罚臣妾 不然呢 弃声以为 皇上对我还有情 才会忍耐我的小镜子 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镜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你居然谎不成怀孕来欺骗朕 皇上约束皇后呢 亲身心里实在难受才出此下策 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 因为爱 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志 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 你可知道 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 也不再惹人联系 皇上 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 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 做多少糊涂之事 朕一直不喜欢张氏从前的交门 只觉得你比他更大度 明示了 善解人意 可朕没想到 如今你们二人的性情 倒像是颠倒了 皇上 皇上 从今往后 你愿住在这里也可 你想去别处也罢 这幽兰殿 并不是你的金丝龙 你也别想再用爱来要挟朕 皇上 皇上 这些日子 娘一直斥斋念佛 求菩萨保佑娘娘 没想到 真是灵验了 蓬儿 你总算是熬出头了 夫人 您快别哭了 爸 看您这么一哭 您也想哭 你俩能不哭了吗 这孩子真不敢怀 别别别 郑娘娘是什么话呀 欢迎这段期间 你可要抓紧了 千万别让别人钻了空子 尤其是那个姜应队 新娘 你跟我在一起 除了这个话题 还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 这 我这次把你找过来吧 就是想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是让为娘 帮你戳谋画册看住皇上吗 你怎么满脑子阶级斗争啊 我就是想问问你 咱们张家 还有没有那种 碧月凶花 陈衣乐雁的小美眉 陈衣乐雁 碧月凶花 是和我 梅文化可真可怕呀 就是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仔的那种 有 你说服张灵家的姑娘 张灵灵 也就是那姑娘 那长相 还能与你媲美 那真是太好了 她可曾许配过婚事 还没有 这次把你找过来啊 就是想告诉你 我想给杨玉将军的儿子 许配一门婚事 杨家跟咱们家 也算是门当户对 您觉得呢 好啊 太好了 这回咱们家 可算是双喜临门了 你们几个 放这儿吧 给皇后娘娘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强公公 这什么意思啊 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 你们要易主了吧 回皇后娘娘 皇上是怕您运气反应太大 怕您遭罪 想来新盛宫陪您 您看东西都拿来了 什么 旗上要搬来新盛宫来住 嗯 闹闹闹闹闹闹 我坚决抵制 有了 有什么了娘娘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 我有办法让齐生不来烦我 娘娘 奴婢真是不明白了 皇上想对你好 你为何如此抵触呢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 可是 自古以来 夫妻睡在一起 就是天经地义的呀 谁谁谁谁 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 要是跟你睡在一起 我还愿意 他 想都别想 那 娘娘 你想到什么办法 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 你怎么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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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 这个呀 是我特地从马来 给姐妹们运过来的榴莲 臭啊 什么东西啊 我们还是去自己的挖子吧 现在的情况啊 大家私底下 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 皇上确实决定 卷着她的布盖卷 来我的宫里常住 但是 所谓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作为皇后 后宫之主 不能独享专处 所以 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处 皇后娘娘 这是哪儿的话呀 您现在有孕在身 皇上礼仪 多跟您待在一起 就是啊 就是啊 就算是待在一块儿 又能待几日啊 你闭嘴 哪有你吃醋的份儿 就是 你们这个时候跟我闹情绪 我可以理解 所以后宫日后的建设 我打算把它提上日程 我做了一个策划 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 参谋参谋 娘娘您说啊 这个策划案呢 叫做 轮宿治 轮宿治 意思就是呢 让皇上 按照表格上的次序 叫姐妹们 轮番去大明宫侍起 那几个是让咱们雨露惊娇吗 和圣娘娘 臣妾实在不明白 您为何要这样做 你啊 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 为什么这么好 愿意把恩寿分给你 分 分给我怎么了 分给我怎么了 我愿意 你们两个别吵了 听娘娘说 你们能不能占得雨露 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但是啊 这只是我的一念之词 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 姐妹们 又有什么能力 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 要怎么办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芸汐正在打仗 你们羞死了 国家很不富裕 皇上每日都在为了此事发愁 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 忘记烦恼 她才能高枕无忧地 叫你们去士气呢 可是娘娘 我们也不会打仗啊 就像什么都不会 就像什么都不会 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 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 都是用钱买不到的 但是 如果能用钱买得到 你们为什么不交出 你们的钱钱钱钱钱呢 银子 现在战时知己 缺的就是军险 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幽锦呢 皇上高兴了 还有什么事情 不能满足你们呢 皇后娘娘 这个意识在列表新意 我宫中还有很多金银珠宝 我马上看人去拿 皇后娘娘 趁先马上到宫里去取 我也没人准备东西去 我现在就去拿 站住 我还没说完呢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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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了站好了 站齐了 立正 我宣布 第一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 娘娘 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 您说 沦缩就沦缩嘛 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啊 皇上又是知道了会不会发火 就是怕他发火 我才设下此计啊 奴婢又不懂了 您说皇上那样子 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 礼不在贵中 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 我就不信 他还肯拉下脸来 扇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 我这么做 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 骑虎难下 来来来 看着点啊 当心有台阶 来来来来 小心啊小心啊 蓬蓬 叩见皇上 来来来来 放下放下 来来来来 打开 打开打开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这是 现在芸汐暂时吃鸡 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 还为了此事烦忧 一共捐出了这两箱金银细软 充作军饷 东西不多 皇上一点心意 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 别去谢谢就完了 不然呢 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 您又不是不知道 皇上 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 您就不能满足满足 如此 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 退还给他们吧 哎呀 这些东西啊 是还不回去了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 伦宿的事 伦宿 皇上 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 但是这后宫 有名分的满拿满算 不过那几个人 咱们就排着来吧 一天安排一个人 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 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 咱们得把这个事情 变成一个制度 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还不是蓬蓬体恤您 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 你这是关心朕 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 蓬蓬是处于一片好心哪 前些日子 您差点就犯了 专宠一人的禁忌 现在呢 既能亡羊补牢 又能解决军饷的人眉之急 化作任何一个男人 都笑疯了 张蓬蓬 你做事要有个限度 小心收不了场 皇上要是不答应了 那才叫收不了场呢 所谓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软 你 皇上 臣妾觉得 后宫的那些妃子们 也挺不容易的 他们整日整夜地 跑来我宫里闹 您说 我这儿还怀着孕呢 我哪儿受到 不得了呀 解铃还需记铃人 您就答应了吧 看在你怀孕的份上 朕就不跟你计较 此事便听你的 太好了 那我这就回去 给他们报个信 不客气 可是我对你的 我我要给你 我叫你 我像你也一样 我叫你 我想吵人家 我都知道 tela刀 我叫你 你 plains 我让你行 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速表 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 知道了 娘娘 我给你弄来了 这就是事情的速表 宝贝 真是辛苦你了 又让你去跟强公公 施美人计了 真是春雨归如油啊 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 好歹也算是去了 我也终于可以 高枕无忧了 今天碰到皇娘员宫里的一个小宫女 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 都是沦宿致害的 娘娘 您这是何苦啊 宝贝 小不忍则乱大谋 去 给大明宫啊 送完不要去 顺便表达一下 我对皇上支持我工作的感激之情 真是搞不懂您了 真是搞不懂您了 你做什么 皇上 臣妾实在是太困了 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啊 不行 守夜是你的责任 咱可待命 皇上 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 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 哪来的废话 能叶苏大明宫 在外人看来 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 皇上是不是生病了 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 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来 皇上可曾听说这种药 臣妾听人说 这小小的盒子里 装的可是被誉为 男人福音的稀有药品 男人的必备良药 宫中早已传遍了 这大名鼎鼎的金歌 大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皇上 作为男人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诺大的后宫 皇上怎么会没有个疲软的时候呢 这是臣妾花了重金 偷偷买来孝敬皇上的 闭嘴 不要再说了 皇上 你已经很久没去过臣妾那里了 臣妾只是想用这样 好好地来服侍皇上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以后不要再来了 皇上这儿说的什么话呀 皇后娘娘 行了皇妃 今天你的福气就想到这儿吧 下去吧 是 你怎么办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是不是有病啊 朕看是你病得不轻易 我是问你 是不是真的有病 张太医那儿有药 包治百病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有肚子 有肚子 不方便 你没病 我有病 最近 不走 皇妃 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 可好用啊 这什么牌子啊 来了 你们这就怎么了 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 神仙很求皇后娘娘垂脸 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家给皇上 皇后和皇祖母送金祈福去 这一大早上呢 集体玩出家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皇后娘娘的能素质 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 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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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来的总是来了 看来这景色啊 是忍不能再忍的 我们姐妹几个 想着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 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 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 那种可心的人 拿入宫中伺候我 是啊 皇上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 坐下吧 咱们有话慢慢说 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 我早已经了解清楚了 不过 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 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 娘娘 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 但我们现在是人才两空啊 人才两空也罢了 这关键事也不能免 这哪家人客的日子 真是 情况棘手啊 靠 齐盛又想给他老弹子 我凭什么给他收拾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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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回去吧 我好好想想 娘娘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那凭前文出家的新已决 还望娘娘成全 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啊 这是来威胁我的呀 那好吧 说法呀 我是给不了的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 皇上忙 对大伙可能没有顾及到 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 非要出家 那我也不拦着 玉璃 玉璃 娘娘 这怎么办 宝贝 去 让人到郊区 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 最好是环境好的 义近一点的 真的要去 没有什么人来往的 什么时候 现在马上立刻 那奴婢现在就去 我这个律里啊 办事就是利索 我向姐妹们保证 不到半个月 就让你们搬进去 妹妹刚才感到醍醐灌顶 现在想来 出家不过是一时的冲动 对对对 是啊 是啊 其实这个想法还蛮不成熟的 望皇后娘娘 如我们几个回去 再考虑一下下 对啊 打扰娘娘您了 是姐妹们未能顾全大局 也好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等想好了 我们再来商量 这个家到底怎么出发 那嫔妾们就先告退了 妈 快走 快走 快走快 走快 娘娘 皇上没跟那些娘娘们睡在一起 是因为对您一片真心哪 活该他们都变成熊猫眼儿 绿梨啊 你就相信一代帝王会变成情种吗 娘娘 咱们就不能再信皇上一次吗 宝贝 齐圣她不是情种 即便她以前情种过 那个对象也不是我 以前不是 以后也不是 娘娘您消消火 奴婢不说便是了 我这火哪那么容易消啊 她总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 还让我给她擦屁股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可是 我找谁呢 赵王 我与你的关系呢 是剪不断 理还乱 所以今天我把你找来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问你 我就说嘛 重要的事情你还得问我 你少嘚子啊 我就是想问你 皇上他 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 比如说 女人的刺激 娘娘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弟他明明是个可以坐拥三千加厉的皇帝 为什么要过着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不沾雨露呢 此话当真 当然了 我亲自查的房 皇上一向都是一个专情的人 不过也难怪 我们齐家的男子向来如此 洁身自好至情至性灌出情种 比如说坐在你对面的我 冤大头我见了 你这么冤的大头 我还是第一次见 好 娘娘 赵王今日 可跟您透露了什么有用的消息没 可靠情报一点没有 反倒说了齐盛的好话 啊 他都说什么了 他说 齐盛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 我就纳了梦了 你说人家都拐跑你媳妇 你怎么还帮人家数钱呢 不过 话说回来 这些日子 娘娘您也看到了 皇上呀 他不仅对您百依百顺 就连您送到大明宫里的那些娘娘们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觉得呀 皇上 用情专一的对象就是您哪 哎呀 哎呀妈呀 你说得好有道理啊 对呀对呀 对你个头啊 女人的脑子就这么不记仇吗 人家给你叼了两个糖豆豆 你就什么都忘了 在江北的时候 齐盛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我告诉你啊 就算他把我当成亲爹 也动摇不了我要灭了他的决心 管道 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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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段还真是不错呀 简直就是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呀 说谁呢 你是 你看我像谁啊 在皇后宫里没见过你 你可是张鹏的表姐张灵灵 那位才是我们小姐张灵灵 从没有人曾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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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一会儿吧 你家小姐貌美如花 性情温可 像一肚方容 可是 她还没你漂亮呢 原来你们都见面了 姐姐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张灵灵 你是张灵灵 正是张灵将军的长女张灵灵 你 你刚才 刚才只是跟公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姐姐 不想死 扬言啊扬言 你也有今天啊 我不想活 怎样 你等会儿啊 别让我活了 走 我的名誉啊 过来 怎么样 觉得我们灵灵还行吗 当然一百个满意啊 那就太好了 只是不知道 人家姑娘的意向如何 放心吧 你们俩的事包我身上 嗯 嗯 过来 坐我旁边来 娘娘 叫娘娘较远了 姐姐 你叫我蓬蓬哥 嗯 蓬蓬姐 你看着叫吧 今天把你留下呀 就是想问问你 你觉得扬言那小子怎么样啊 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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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一摆这个表情啊 我最清楚 我就说嘛 就我们扬言这种小鲜肉 高富帅 肯定是抢手活 蓬蓬姐先别急 扬言这个人看起来 倒是不错 但若是要谈婚论嫁 还需要等些时日 慢慢观察 还要观察 嗯 那蓬儿跟我说说 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 妹妹的要求 其实并不高 只要保读诗书 文武双全 身强力壮便好 这姑娘的要求 杨颜是一样都没占啊 姐姐说什么 我说你的要求啊 杨颜全部都符合 就算她不符合 我也会尽量让她符合 你放心 我对男人的要求啊 比你高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都摆好了 马骑了啊 是啊 这儿 到这儿 大白天你就使这招啊 习惯了 你找我来什么事啊 嗯 我跟林林聊过了 聊过了 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要求 哎 这是干嘛用的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 这是书籍 那个是砖头 这砖头 不会是用来拍我的吧 我们林林说了 就喜欢那种 身强力壮 保读诗书的男人 你 除了会耍嘴皮子 你还会干什么呀 别说我没帮你啊 把这些都给我搬回去 好好练习吧 我练 那我练 让我 自己 用手 搬回去 想不想娶媳妇 你自己看人办 七天之后来我宫里找我 我要对你进行抽查 咱 唷 啊 啊 中国人打我 韩地和家族 啊 啊 啊 中国人打我 韩地和家族 真正反正在案例里 听清楚 韩地和家族 啊 啊 娘娘 这榴莲这么臭 你怎么吓得去口啊 来 吃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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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看样子 你是准备好了 姐姐 这里怎么充满 这一股屎的味道 姐姐 让你吃屎 没文化 没文化 我吃的哪是屎 这个东西叫榴莲 这是我特意托朋友 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 高级货 赏你一口 姐姐 我再不和你们 同流合污呢 我绝不吃屎 我准备好了 这桶对我来说 也太小儿科了 是 啊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娘娘 娘娘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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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姐姐 我这这手还空着呢 还能再扛起一人 姐姐 要么你也来试一试 行了 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去一个地方 你别紧张 玲玲的母亲早逝 她的婚姻大事 作为长辈 我应该帮她 把把棺材行 夫人放心 我力大无穷 徒手搬砖 绝不含糊 而且学父舞车 有皇后娘娘 权威认证的 学霸八级证书呢 谁问你这些了 你说的这些 只是作为寻常男子 基本的素质 母亲大人 您就别为难她了 张玲玲 你说呢 在家里 我都听大伯母的 我并不是为难她 只是作为我们 张家的女婿 没别的要求 只要求 她是个纯爷们 我是纯爷们 母亲大人 她确实跟九王的 关系走得密切了一点 不过我可以保证 他们两个绝对是 纯洁的兄弟关系 对对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来人 好酒好菜伺候 这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主管是 这主管是我们家 玲玲专用的 老四老五老六 你们好好陪杨公子 喝酒助兴 我有这么多表哥 我们家有四个门房 以酒量排了备份 四金鸽 五金鸽 六金鸽 就是这么贵的 不是四个门房吗 另外一个呢 老六 已经喝得 身仙十足了 这老七 就顺势挪了赏 也就是 现在的老六 这酒 我也是能喝一点的 不如 我先干为敬 请 不用这个 小卓怡情 小卓怡情 这是小卓 我只能助你 身体健康啊 嗯 多互 倒酒 哦 不能喝酒别喝了 谁说我不能喝的 谁说我不能喝 我告诉你 一斤两斤 我不算酒 三斤四斤 涮涮口 五斤六斤 有点抖 七斤八斤 五强走 九斤十斤 我还在好 二俠 adopted stop 三斤雨后 六斤雨后 三斤雨后 七斤雨后 凸没凸 三斤雨后 三斤雨后 三斤雨底后 三斤雨后 终于解脱了 水啊 救命啊 我不会水 救救我 快快快 杨公子 我要死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杨爷 你 你 没事吧 玲玲 你平时挺有主见的 你说你今天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灌他酒呢 这件事 是我不对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 一喝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呀 母亲大人你也是的 杨爷今天要是在这喝出个好胆来 你让我怎么跟杨真俊交代啊 杨公子以后在府上跟咱大公子一样对待 还不快道谢 这代表认了你这个人了 岳母 我 你快要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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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吃了 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 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 太辛苦了 多睡了一会儿 操劳 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 不是班人相亲 就是忙着祖居喝酒 你别忘了 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 我呀 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 吃饭喝酒 是好榜样吗 放下吧 是 这些史书 冰书 和四书 以及四书五经 一定要抽时间输读 听太医说 这是对胎儿极好的早教 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 读什么史诗 你若不行 朕会从轩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 皇上 皇上 我错了 真知道错了 真知道错了 大错特错 我应该好好地在宫中养胎 注意胎教 罢了 书就不用读了 退而求其次 不如你学学刺绣 说不定 怀的是个女儿呢 不不不不 万一是个男孩呢 学刺绣 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 朕的儿子 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就请皇后为朕绣和荷包吧 也好修身眼 老兴我 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对呀 万一他真的是个儿子呢 五日后 朕来取你的荷包 我一大老爷们儿 怎么会秀荷包啊 如果是你们先감이很 Christmas 癢癢 祢又不肯 辈了特别过了 别过了 快来 坐吧 哇 好臭啊 这个是我特地托人 从马来运过来的榴莲 来 吃一个 不用了 谢谢祢医 那我自己吃了啊 这次把你找过来啊 就是想跟你说 你跟杨妍的事 就算成了 不过这婚姻大事 除了求个两情相悦以外 还关系到很多其他问题 林儿能找到如意郎君 都是托了姐姐的福 姐姐有何事吩咐 尽管开口便是 你呢 嫁到杨家以后 要跟杨妍好好相处 你跟杨妍越好 我跟家里就更好 懂了吗 姐姐你大可放心 林儿明白 我与杨妍的结合 并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 林儿又是张家的女儿 理应处处为张家排邮解难 林儿也会与杨家上下 和睦相处 更何况 杨妍又是我喜欢的男子 妈呀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 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 怦然心动了 谢谢娘娘夸奖 灵儿啊 来 吃个榴莲 我不用了 谢谢娘娘 闲小 不是 大的给你 来来来 谢谢娘娘 我不吃 我现在就给你吃 来 你吃一口 我真不吃 我真不吃 我真不吃了 谢谢娘娘 你吃了肯定爱吃 我不吃了 可惜你跟杨妍情投意合 却不能先谈个恋爱什么的 原本我和她是不该见面的 可是她竟然会飞檐走壁 并是从我的房檐上飞下来的 我险些还以为是家里遭了贼 吓了我一跳 她飞檐走壁这一点啊 我也是深受其害 以后我见任她 让她稍微注意点 姐姐 千万别让她改了这一点 为什么 这一点才是她最可爱之处啊 在樱花树旁 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男子 哪里有邪恶 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这真是 风一样的男子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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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里的女子也喜欢蝙蝠侠啊 姐姐 蝙蝠侠是何物啊 哎呀这个蝙蝠侠啊 蝙蝠侠就是蝙蝠侠 蝙蝠侠啊 凌儿啊 你跟她的事呢 还有最后一道怪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嗯 谢姐姐 走 嗯 第一次见她下来吓一跳吧 是啊 今天你要嫁给我 皇上 你看这花瓶中 哪一朵花最漂亮 嗯 哎 这朵 你这是干什么 花术 讲究的是整体 一枝独秀的花太枪眼 反而就不好看 你小子 是在嫌我强出头啊 哼 还好啊 我是做足了功课 怎么 照朕有事 的确有事想求皇上成全 说吧 我家堂妹啊 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炎 两情相悦难舍难分 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 实在是难得 所以还请皇上赐婚 成全了他们 相信皇上 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 震动 不好受吧 这个 无需你操心 哎 真是不好受啊 如今这两个小朋友 算是坠入了爱河 正所谓 落花有情 流水有意 千万不能眼睁睁地看得一江春水 向东流啊 朕许了 这就许了 明日一早 朕就宣旨 君无戏言 那我先替杨炎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 朕只是希望 你临产前的日子 不要再东跑西跑的 待在兴盛宫 好好养胎 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 北风那个吹 血怀那个飘 血怀那个飘飘 血怀那个飘飘 年来爱到 人的生命 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 要么王一生 要么赶着去死 出门去堕掌 撑起那个天 三十儿那个晚上 还有一天 你 把神给了 余教四面 不让我的爹爹 归起来个脸 不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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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鹏鹏 你干什么 皇上没什么 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 我再也不改了 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谁要把我放出去 我就跟谁急 皇上 我怎么在这儿 我刚刚干什么了 不会是冲锋了吧 我怎么在这儿